目前不錯 哇 妳超會穿高跟鞋的 嗯 不再跳跳跳跳 好快走欸 天啊 這雙鞋有多高 這雙鞋 遇到這雙鞋 大家好 我是艾南 我是卡比兔 嗆嗆 我有一個疑問 穿著高跟鞋的時候呢 你的時速可以到達多少 卡比兔是一位十年經驗的職業模特兒 那我們就請真的很會穿高跟鞋的模特兒來 為我們試試看 我們快走 最快走不要跑的危險 快走的狀況下 一百公尺 我們會需要做這數據 我們就可以換算出它的數據了 好 那這隻雙鞋給妳 OK 3 2 1 開始 我們來回大概是 一百公尺 超會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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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不錯 你超會穿高跟鞋的 不期待有條條條 有條條條 其實很不滅 這條條條 我盛中鞋了 快走 超會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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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分成 我猜有9公分 你現在快180欸 欸欸欸欸欸欸 超好屌 你起腳 超屌超屌 走 喔帥 好 最後一趟囉 回 下一趟 170 1080欸 好了 我們結束了我們的實測 100公分 41公分 所以等於是 時速是0.6公公 很快 真的嗎 對 我們下次從這邊走到台北圈看看 我走過耶 妳走多久 一個半 要過橋 穿高跟鞋也要注意安全 不要跌倒好不好 我們發生危險的趕快把高跟鞋抽下來 站好 拿起來當空氣的空氣 拿起來當空氣的空氣 我是Hannah 我是凱平姐的 再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今天在不穿幫的情況之下 來一天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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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拿個爬來就想笑 現在是他可以 哈哈哈 哇 嚇我好了 那你要演浩南 因為我下張你現在那個是 думаю 下車吧 開始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哥哥哥 在頭上被撞好一口 你那也台語不賣的 來 你給你們看 塑膠袋 我是小賠優吶 是我的肚子 然後呢,這個是什麼? 西瓜 西瓜幹嘛? 喝珍珠奶茶 不是啊,這個呢 我們是超有穿藝的業配 請來找我 如何不穿幫的情況在車上 不一樣你要吃飯 媽媽說不能裹到衣服的時候呢 又能用LINE 什麼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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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齁 今天在不穿幫的情況之下 阿,來 你好ób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浩南 浩南,浩南有沒有看到? 你叫陈浩南來救她 浩南... veya mates妹 是.... 浩南走了 浩南 kun我另拿個把它 他就想嚇唬我 來了 嗶嗶嗶嗶 好 等一下 因為呢 現在可以的 還是這樣這樣就還不用 現在走環保路線 等一下我們先把這個先弄好 然後其實我也是可以搞乾一點 所以先把它放好 可以用麻煩一點 我就麻煩一點 哎呀我怎麼那麼聰明啊 聰明的 搞定了嗎 搞定了 搞定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那要不要給大家看唱片 有沒有人看唱片啊 就是這樣 3 2 1 1 2 1 2 2 很好的 超 超厲害 好好好 這件感覺好本 好可愛 繡膠帶困在前面 然後又不闖IP的情況之下 可以晃衣服 真的 我們這樣子打在前面 真的旁邊 視角完全看不到 完全對不對 完全看不到 你男生在旁邊 想要偷瞄都瞄不到 360度給你視角的朋友 如果喜歡 下路可以對Miss Lily的頻道 一定要在底下留言分享 按讚 保證你一生難忘了 哈哈哈哈 我們下集見 掰掰 這隻手要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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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隻手有什麼 旋轉 哈囉大家 歡迎來到小哥哥的Miss Phoebe的頻道 今天要來教各位美麗的女士們 怎麼樣在去海邊的路上 把美麗的丸子頭 聽說很多美麗的女士們 不知道怎麼樣把 丸子頭 需要很多道具嗎 其實丸子頭是非常簡單的 要找一個大圈 我的頭髮比較殘一點 髮髮更好辦 多人都會覺得頭髮殘很難 這邊掉一點那邊掉一點 感謝大家 任何髮型都可以 髮殘髮殘髮都可以 呃其實只要過肩就可以了 喔喔喔頭髮過肩 太短就不行了 對 丸子需要有一點點頭髮把它捆起來 我剛剛就是晚上捲 捲 捲 頭髮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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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時針利時間沒關係 順時針利時間都可以 我這個手沒有放掉 好緊的我這個手一直沒有放 然後捲 中間的這個軸握著 就是軸心你不要放掉 不要放掉的情況之下 來 各位看齁 來這個 OK 把這個手 繞過去 右邊 繞過來左邊 繞過來右邊 繞過來左邊 軸心 來 好喔 搞定喔 超快的耶 哇塞 有嗎 有 是不是 重點就是要旋轉 對不對 第一我們長頭髮 髮上去的時候 我們要收乾淨的時候 這隻手要抓著你的頭髮 那這隻手的時候 你旋轉 轉過來 那橡皮筋是套在哪一手 一隻手抓到頭髮 另外一隻手 轉橡皮筋 這個軸心抓著 橡皮筋 轉進去那個軸心裡面 然後到八字嗎 對 八 就無限的八嘛 你才把它扣住 弄進去 對扣住在那個中心的那個洞 凹槽裡面 把它鎖住 你要把頭髮鎖在這個八裡面 你才能把那個頭髮捆在裡面 不會讓它跑掉 不轉它就會鬆鬆的 對 為什麼有些 轉 要轉進去裡面 很多女生她 在把丸子頭的時候 它是直接拿弄的 所以就散掉 就為什麼會開滑 因為它沒有做這個旋轉 所以橡皮筋在包起來的時候 就是沒有辦法扣住 所以會整個 好像散開 你是對捲髮的女生 來講旋轉 會不會讓她的頭髮 比較容易打擊 會不會 其實不會 不影響 完全不影響 所以步驟就是 重點 關鍵要旋轉 對 要旋轉 旋轉起來 想能把那個頭髮 玩遮頭 包進去 你看我完全沒有 而且很乾淨 收得超乾淨 對啊 去海邊去玩怎麼樣 都不會掉 OK 如果喜歡想路飛 MISSPP的頻道 請在底下留言 分享 按讚 我們下期見 掰掰 要記得分享給你們的心得喔 掰掰 我會不會離我的電視 是嗎 老闆的電視褲子 我覺得其實OL其實都可以 因為它其實很像 老闆很明顯 道帶話的後面那一條 就是這個角度 可以看得到 大家好 我是飛 今天要來請飛飛老師 為我們試穿幾款 絲襪 今天絲襪比較特別 全部都是白色的 因為我們在路上 常常看到黑色 黑灰膚比較常看 然後白色呢真的是 比較難駕馭 今天請導師放的是 四款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白色絲襪 第一個是我們的 吊帶風格 其實這種吊帶風格的褲子 一開始 是男生在穿的 男生 很訝異吧 17到19世紀 那種貴族房 是其實男生都會採用 大量的蕾絲袖 和蕾絲的褲襪 然後我們人的腿 是從粗到細 所以呢如果 襪子拉上來 它的束孔沒有做鬆緊的話 它還能低調 這時候呢我們就發明了 雕帶襪 先住你的襪子 17到19世紀 都是男生貴族在穿的 所以這個時代一直的演變 20世紀之後啊 褲子就已經完全取代了 男生的雕帶襪了 而且絲襪 慢慢的全部都是女生在穿 因為它有一種絲滑感 有一種女性象徵的代表 等一下看一下 老師已經穿好了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有什麼場合穿耶 我覺得其實OL其實都可以耶 因為它其實很像 其實它可以拉到蠻高的 這一個的泥樹泥 很多 我覺得它應該是只有100 或120而已 對對對 因為它非常的透 你摸起來的材質還不錯 它滑順 你這個角度好痛 當然可以 褲帶襪的後面那一條 就是這個角度 可以看得到 身頭裝比較少見 下一條 大家看到東西選的 就可以知道 它的年紀大概是在哪裡 這個應該是大學生的專 然後這個應該是 比較平年輕的 對不對 咦 我就變成褲一次脫下來 接下來我們這個是草莓的 然後它上面有做一點東西 這個應該算是 中筒襪 這種褲襪類型的東西 演變到後來的 各種造型的 中筒的 大腿的 吊帶的 各種顏色 紅色灰色 膚色 黑色白色 那老師現在穿的是 我們的草莓 中筒襪 然後它上面滾在一種 櫻兒的邊 櫻兒邊 超可愛的 親手女想裝可愛 也非常適合 草莓的腰厚 性感的 絲襪 穿起來可以這麼可愛 對 它其實是很透 而且還蠻可愛的 好 接下來 我們來看這一款 特殊款 它應該算大腿襪 然後它的單數應該也是不高 我覺得非常的透 像這種絲襪 如果你腿不細的 穿起來 會放大出 你的缺點 像我這種露的腿啊 有在穿白的 永遠看會超級重的 很像是 冠牆 你知道嗎 你可能在穿上看嗎 我可能在穿上看 所以它怎麼會有鮮 老師我嘗試過後 我才發現原來 絲襪這麼舒服 然後我的髮是不是 就穿著去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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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奇怪 好來 我們教老師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雙 老師這一雙的單數高嗎 這雙應該大概只有一把 這一種工件 算是完全沒有浴汗的小鬼 只有兩個作用 一個就是讓人毛孔不見 第二個就是讓人膚色很美 這個的話應該會嫌腿粗 如果說腿要撞得去身 要撞得去身 那上面還做了一個小蝴蝶結的設計 意味著什麼 這一個的褲子 會得分太長 把它遮到這個重 它應該可以穿芭蕾舞鞋 或者是白色的小皮鞋 那我們來做回 我最喜歡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王襪 這種王襪呢 大家可以看出來 絲襪其實它就是靠不一樣的編織手法 讓它產生不一樣的感覺 像這個就是 那為什麼男生會喜歡王襪 這就要從男生最原始的遺忘 因為網襪啊 這用網子來有一種漁網的感覺 有一種捕捉的感覺 還有一種捕捉的感覺 還有一種捕捉的感覺 它腳底板的網子 一直到腳趾頭 腿圍越大 它的洞魂越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種變化 其實非常好看 因為感覺你的衣服被包覆在這裡面 而且其實 是不透的耶 很習慣很神奇 但因為講說 它瘋子都關你了 其實不會 但它穿起來還是比較熱的 有一種料理也是這樣 把肉塞在裡面拿去烤 對啊今天介紹了 五款白色的絲襪 大家最喜歡哪一款呢 這幾款好像其實就不太好拿 很難 或是比較表演類型 很難 對對對 或者是很可愛類型 會讓你的另一半傳染 很年輕喔 好不好 就推薦給大家囉 我是一男 我是雞 我們下期見 掰掰